你 他承认了 但他说 是为了给林晨生报仇 林晨生 你大哥 他若有我大哥入狱 是我跟Tony设计陷害的 你跟Tony 那林晨生是被冤枉的 他不冤 所有证据显示 还是自作之受 但肯定有Tony在后面推播出来 可Tony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让我 从上董事层的为止 可我没让他这么做 跟你也有连带关系 是你小侄女给你的汤啊 对 那季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他说等他安顿好两个女儿 就去自首 他会背叛很多年吗 芒家 芒家 虽然善如未遂 但也是重罪 至于多少年 就看法办了 那以后他和你大哥 都会在监狱里度过 是的 如果我放弃追究 他能少叛两人吗 那什么意思 他的目标反正也不是我 他差点害你没命 可是我现在不好好地活着呢 你没必要这么善良 我是不想那两个小姑娘 那么小就没了父母 你那个侄女看上去 也就十二三岁吧 我失去我父母的时候 正好十三岁 就算你可以冤枉他 就算你可以冤枉他 但迈克 迈克冤枉不老他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 至于谁把林氏子团 搞到这危险的景地里 林氏子团 林氏子 所以为了集团的利益 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建议 免除其董事长 可免除其董事长的职务 谢谢 我尊重每一位股东 按照公司议程 提出了任何议案 但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以目前的情势下 将核心团队罢免 在座每一位所有利益将得不到保证 那既然这样 就按照公司的章程 以格局手上的股份来淘个票 好吗 我同意 好啊 好 下面 请各位股东 对于是否罢免 林亨之 董事和董事长职务 进行投票 对不起 投票之前 我有个事要告诉大家 你可能也知道 前两天 我在市场上收到一些股票 七七八八加起来 就一个多亿而已 也是代表了 占了林氏子团 总股本的二十四个百分有多 对了 有件事可能你也知道 前两天我在股市上 检查了一些股票 我帮你记得 我总帮你寻找你 你手上扎起来的 可你能控制的 好像只有二十二百分钱 是吗 谁说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既然敢做 我就敢当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那个姓方的费尽心机 把陈生弄进了监狱 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语气让他动手 不如我自首 这 急了 妈 以后两个孩子就托付给您了 林黛 有什么话 您就说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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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开始的 错 都是从 您一直不接受我跟我儿子开始 其实 林冯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比我更清楚 虽然我是他的原配太太 但是他能给我的 也少得可怜 忽然又多出一个女人 把这少得可怜的夫妻之情 又要强作一半 我这心里 这么些年 你争得不过是一个名分 如果你现在想要 那以后 你就是林太太 我还恢复我的本命 您误会了 其实老爷林冯时在世的时候 我真的也不是名 更何况 现在老爷都不在了 我更不会需要这个名了 那么 我还有一句吗 她在的时候 这个林太太当的 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的恩怨 已经连累了 横质和陈生 能不能就不要再连累第三代了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妈咪 林泰 恒之 求求你们放过陈生他们夫妇 他们是做错了事情 可是孩子们是无辜的 陈生已经进去了 季兰再进去 那孩子们怎么办 我已经这一把年纪了 不知道还能活几年 更不知道 能不能看护他们长大成人 给他们六条生路 大家在一起 这个是 这一把年纪的年纪 都不可以 也不可以 有些年纪 都不可以 有些年纪 都不可以 没想到 我当年纪 都不想到